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教泰语的视频了 今天我又不是来教泰语了 今天我刚去了大西去买东西 然后买了好多好多吃的 所以今天我想给你们推荐几个零食吧 就是我觉得很好吃的零食 然后你们到了超市 可能你们会买来尝一些 那先喝咖啡吧 我现在心里跳得好快呢 我是一个不是很能喝咖啡的人 我先给你们看 我今天买这么多 这么多都是我喜欢吃的 啊好吧 我们一个一个的来 然后我会告诉你们 我今天买了大概14个东西 然后329株 你们算一下吧 是你们的多少钱 第一个我们从土豆和花生豆 这个是咖啡味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你们尝过吗这个味道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味道呢 我也喜欢虾仁的味道 还有椰奶的味道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它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一包我买了 9.5株 吃吧 哦 哦 我心里面是 这个 第二个产品 但是这个产品 就是 都是小老板牌子的产品 所以我推荐两个吧 我今天买了 它的牌子 两个 就是第一个是 海苔 啊 我好喜欢海苔呢 觉得很快就会吃完的样子 就 边吃边看电视看电影很快就吃过 这个味道是辣的味道 如果你喜欢辣 应该是这个 那看看里面吧 是什么样子 嗯嗯嗯嗯嗯 长着这个样子很脆呢 这一包呢 才 19.5株 也挺多的 哦 好辣呢 如果你喜欢辣 是这个吧 第三个也是 小老板的牌子 但是它是爆米花 是新产品 也有很多味道 我今天选来的味道就是 海苔和奶略 加在一起的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今天我想试一下 因为上次 我试的不是这个味道 所以我今天想尝试的味道 谁喜欢吃爆米花 就是它吧 我尝一下 嗯嗯 很香 这个 这一包 20株 很便宜吧 接下来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牌子 就是我从小就吃了 这个也很好吃 但是我不知道它 该叫什么 这一包才 才10株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 我跟朋友 经常这样玩 你看 它的样子是三角形 然后我们就这样的 一 这样吃 二 三 四 这个 吃完了 是玉米的味道 老牌子 好吧 下一个 我觉得 我不应该打开它的 要不我一个人 就吃不完这么多的零食 下一个是这个 这个也是老牌子 我很喜欢 因为它是比较辣一点 但是不是很辣 就是用土豆来做的 好虚的一个牌子 如果你喜欢吃稍微一点辣的东西 就是这个吧 这个也有 它的价钱也是十株吧 也是十株 一样 便宜 这个是下人味 也挺好吃的一个牌子 然后下一个 我今天刚看到了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奇怪啊 东阳公 酥辣汤 或者我们叫东阳公 东阳公的味道 我没试过 所以我买过来 我想尝一下什么味道 所以谁喜欢东阳公的话 就买回去吧 这个是鱼馅 就是用鱼来做 不是鱼的味道吧 这个是BBQ的味道 很长很长的馅 如果你喜欢吃鱼的话 就买它吧 有各种味道 有辣的有不辣的 这一包才九珠 然后最后一个了 不是 这个是我买给我的狗狗们 狗的零食啊 狗也要吃零食啊 好吧 最后一个了 今天我买的最后一个东西 这个是糖水熔盐的 我很喜欢 虽然泰国有很多熔盐 但是我还是喜欢这样吃的 在糖水里面 我觉得很好吃 然后放了几个冰块 我觉得很好吃 尝一尝吧 好吧 这么多的零食 因为我想给你们推荐 泰国的零食有哪些 可能你们有的人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 如果你到泰国来 应该到我们的超市去逛一下吧 因为那里有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平时买的东西 然后你们会知道我们一般我们吃什么 然后可能跟你们国家的东西不一样 所以你们可以品尝新的东西 尝试新的东西 好吧 那我今天就这样了 因为我刚才打开了好多零食呢 我现在要把它吃完 如果你蛮喜欢我的视频 然后就是鼓励我一下 就给我赞吧 或者按那个subscribe 关注我一下 然后我会努力加油下去 好吧 拜拜